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創話雜作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但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麻煩可以按訂閱,再按旁邊的鈴鐺 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的話,麻煩大家可以高台貴手,盡量看完它 當然,正如畫面見到,小弟已經開通了Instagram,以及本身有Facebook專頁 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按LIKE和FOLLOW 當然,我亦更加希望大家,如果有餘力的話,有能力的話 可以每月課金去支持我的會員PATREON的頻道 讓我可以有更多的資源,更多的心機,去做更多更優質的內容 總之,就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就是2020年8月27日,就快開羅了 也做回一個馬圈短打 在畫面所見,大家看到這位人兄沒錯 就是大家精神咒馬 一輸出大熱門,就被人騙到飛起那位潘頓先生 潘頓有兩單新聞可以說一下 第一單是早前的報紙都寫的 潘頓自己放風,就說自己在開羅日坐騎比較少 就只有四大件而已 其實這個我想有很多原因 第一就是潘頓現在的體重問題都是困擾著他 尤其是在暑假,其實就是以往暑假來說 騎士可以有很多的戶外活動 或者去旅行等等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關係,大家都在香港 戶外活動就不能天天做的 變成在家裡的時間也多了 也是會吃東西的 暑假吃東西一定會多過平時 消耗也會少過平時馬季的時候 所以這些時間,除了潘頓之外 我想很多重磅的騎士在暑假這六個星期 都增磅不少 除了體重的問題,令到他們拿少了馬 也會影響這些重磅騎士的狀態 所以大家在季初也要留意這一點 例如潘頓、國能、這類重磅騎士 在季初的體能未必有這麼好 可能要再操多一輪才會更好 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潘頓在前兩天幫馬會拍了一段影片 我叫潘頓挑戰 潘頓是做了一堆做運動的動作 類似刹騎 自從潘頓做了這一套的動作 做了這個挑戰之後 當然他踢了其他騎士朋友等等 譬如說何摘瑤、潘明輝等等 都是在馬會的官方Youtube上做了這一套動作 而去到今天 也有一堆馬平人 也是仿效潘頓 好像當年冰桶挑戰 接受這個潘頓挑戰 都是做這個類似刹騎的動作 放一條影片在Facebook 或者有些是Youtube 有哪些人會接受這個挑戰呢? 譬如說有很多人的女神 偶像沙拉 有黃營、Kick 全部都是官台的那些 又有這位叫何萬利 是上季開始很紅的 現在他都會在官台做賽馬娛樂新聞 都有他份 又有Kitty 邱家瑩 今季也是上位的 也有這個未上位的Win姐 也有份 在網上是很紅的 Win姐是 是比我更紅的 他也有份 這裡是說一些女士 也有男士的 梁浩賢 馬會的商台 加官台的旁述 也有份 那動作是怎樣呢? 不要踢著梁浩賢 看著沙拉開心一點 這個動作就是大家拿著兩個水瓶 有些人又不是拿水瓶 沙拉是拿著水瓶 大家看到 總之拿著兩個東西 坐下 蹲下 做一個類似拆棋的動作 然後有些就是開邊 有些就是推 退後 等等 有幾set的 這裡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些片 大家是做分多鐘 可能做幾set 我也做過 是很辛苦一下的 你考驗你的平衡力 考驗你的體能 其實是很浪費力的 因為你要蹲下 要做很多動作 其實是很花你的體力 當然我打死都不會把這些片段放上網的 也沒什麼人會看 但是為什麼這麼巧合 有一堆官方的馬平家 一起做這一套的動作 所謂的接受挑戰 有些真的是接受挑戰 就像沙拉一樣 有人接受他 接受挑戰 我不說哪些 有些是沒有接受的 但是做了這個挑戰 但是我看到一個共通點 就是這些他們接受挑戰的人 他們在接受挑戰做這個動作 出條片之餘 在帖子上也有一條連結 就是這個 其實那個連結是馬會官方 宣傳開羅日的網子的連結 就好像Win姐這裡 播放電視機的畫面 那馬會官方的開羅日的宣傳網頁 其實那個樣子就是現在Win姐的電視機 他那個電視機看到那個樣子 所以你說他很會賣廣告 有前途 至於為什麼這麼巧合呢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推測 就是很明顯 這些所謂的大家集體接受挑戰 並非巧合 而是一個有計劃的東西來的 如果不是有計劃的話 我就打死也不相信 梁浩賢 如果沒有人叫他做 我想他不會故意自己去做 那麼 另外呢 其實呢 都想了一件事 就是說 可以看到今年馬會官方 對於網上的資源投放 還有那個重視程度 是比以往是增加的 就不只是因為見到有人做這一套動作 才說有這樣的想法 而是根本上 見到馬會是做很多事情 由上季尾到現在 即是令我覺得 是的而且確有一個這樣的趨勢 而這個趨勢 我認為呢 其實就遲早都會出現的了 就是遲早馬會都會重視一些 網上的曝光 或者網上的宣傳 是只會越來越多 甚至我覺得呢 是來得遲了 因為過往呢 譬如說我自己在網上來講 就是發展網上的平台 我覺得根本上是一片南海 市面上呢 就是比網民去選擇的 賽馬資訊根本上是很少 也都做得很多是 怎麼說呢 就是不是那麼多 是有質素的 而馬會插手下來 我想呢 他在這方面 都會做一些 可能會迎合大眾 或者一些有基本水準的 一些節目啊 或者一些網上的資訊 是會越來越多 我認為呢 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至少是比馬迷多一些選擇 但是至於這些 30秒的 一些潘燈的挑戰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我是有少少疑問的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看的話 大家可以跟進回 剛剛我講過的那一堆 就是官台主持的 Facebook的專業 都可以看到 他們的影片是做成怎樣的 第二單資訊 都頗重要的了 這單呢 我就沒有什麼個人意見可以發揮 純粹提供資訊 但是這個呢 就對於所有馬迷來說 都是重要資訊 就是投注站重開 是8月29日 星期六 馬會公佈了 是會重開 注意啦 當然這個重開的服務 和時間都有限制 是8月29日的重開 就是說 只是為非賽馬日 在賽馬日 就依然是關閉的 暫時馬會公安排 還有那個服務 也並非全部服務都有的 這個呢 我就開出來 給大家看馬會公佈的文字 基本上 所有的投注站都會開的 所有投注站都會開的 並非好像之前那樣 就是每區開一間 全香港就只有十幾個投注站 不是 是全部 你家樓下那間都會開的 全部都會開的 那麼時間呢 又是12點到8點 當然並非會開到很晚 只是開到8點鐘而已 那就是非賽馬日 那注意啦 那麼那個服務的範圍 就包括以下這些 就開戶啊 兌換現金券 尊重搶彩票啊 入錢拿錢啊 或者轉賬設定啊 電子錢包啊等等這些服務 那就不包括足球和賽馬投注的 不包括足球和賽馬投注的 就是你買球買馬就不要入投注站了 入投注站呢 就只是做回有關戶口的事情 或者一些之前可以收錢的現金券 或者彩票等等而已 沒有得買球買馬的 這個要注意啦 那還有就是那些事情 要接受這個體溫檢查啊 要戴口罩啊 基本上大家呢 現在去任何地方都要做的 任馬會都要做的 那麼這裡呢 就是說呢 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說呢 所有受疫情影響啊 所有擺放的現金券呢 那個有效日期都會延長的 那麼這裡呢 那個馬會的說法就是說 由2月份宣佈呢 延長那個 這個中獎彩票和現金券的有效日期 直到另行通知啦 那麼這個呢 現在的宣佈的另行通知日期呢 是去到明年 即是2021年的1月31號 就是說呢 所有啊 由這個2月份開始 所有受影響的現金券和這個彩票 那個有效日期呢 都可以延長到明年的1月31號 就是說呢 叫大家呢 無需要太心急去兌現那些彩票 都可以的 可以慢慢去兌現 那麼至於呢 在8月29號之後 就是由投注站重開之後 你所買的所有現金券和彩票呢 那麼那些呢 就沒有這個寬鬆的那個日期了 就是做回這個60日和180日 就是原本正常的現金券和眾彩彩票的日期限制 那麼跟之前呢 受影響的那個彩票呢 可以拖到1月31號 才拿錢的那個呢 就有分別了 那麼這個就要大家呢 特別注意 那麼好了 最後啦 如果大家呢 喜歡我以上所提供的資訊的話呢 都請不要倫飾 在影片下面給我手指工去鼓勵我 那麼和將影片分享的 那麼也都歡迎大家呢 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給意見 去支持我 那麼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閃馬田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